慈濟醫院安寧病房 有個美麗的名字叫心蓮 希望每個人心如蓮花般 清淨無染 我不是在care一個疾病 我是在碰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種感覺 是蠻觸動我的 這很難用言語形容 對 但是我就覺得 我被碰到了 我就覺得哇 這樣的照顧真的好好 然後我想要去學這件事情 強烈使命感驅動吳韦婷 深度耕耘安寧共照 大架構直基於安寧病房 其他病房的共照 以及居家三個區塊 當醫療走到盡頭 病患家屬最感無助之際 吳韦婷能為他們 點亮黑暗中的那盞燈 安寧不是放棄 其實我覺得放棄 這兩個字太可可了 談剪髮不容易 談我還可以為你的家人做什麼 李明如不曾放棄任何病患 數度遠赴國外症災疫症 身為醫師 視解救災難為天職 而這一次她的疼痛指數爆表 癌症折磨她身心俱疲 她仍然沒有放棄 只是暫時充電休息 那也會害怕死亡嗎 恐懼害怕未來是怎樣不知道 那有個地方 媽媽稍微修補一下 有個依靠 那也是很好 不同於侵入性治療 安寧緩和講究的是患者尊嚴 提升生活品質 疼痛控制 病患與家屬終於能安心睡上一覺 在新年得以加油與休息 上次一個加油站 主因站休息站 要讓她有一個休息的 安心的地方 一樓的地方 那太棒了 病床推出去就可以再退 對這個病人 也是很好的療癒 很多家屬說來安寧 就是什麼都不要給 但其實應該說 她的症狀會需要什麼樣的藥物 對 就是我們會藉由家庭會議 讓家屬比較安心說 他們可以看到未來的方向 醫療之外尋求安定身心 根據安寧緩和條例 以及病人自主權利法 病患對於病情與治療方式 有完全做主的權利 真的到臨終的時候 心還是可以不害怕 她其實還沒到終點 她是還可以回家的 她有設定一個目標就是 我希望我還是要努力要好起來 這樣就很重要 因為她躺在那裡 就不是在等死 清淨無染的心 透徹生命自有時序 就像花開必定有花落 在綻放時燦爛 到了花瀉之時 病友與家屬的身心 也都能做好準備 被 不